鳳凰 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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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高班長 上冰 陳希希 一冰 小滑 我們現在位在 馬祖南根機場 整個機場 第三個機場 這裡呢 是 希希跟小滑 下一部隊 第一個地方 是 四個頭 是 好 沒有啦 因為最近 因為疫情比較趨緩了 可是因為大家都很久沒有出去玩了 但是我們又想要過過搭飛機的影 所以我們就選定了離我們很近的地方 馬祖 現在時間是我看一下 早上7點53分 我們搭了最早的一班飛機 對 超多人 看來大家這次真的就是報復性 對 報復性旅遊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是 我們三天兩夜 然後我們分別會到西局 東局 南竿 這三個地方 那我們待會就要先去搭船到西局 那我們就 報告班長 我們現在已經抵達港口了 清點設備 是 票券 在 小花 現在時間報10 報10 9點20 欸 好像有點早怎麼辦 報告學姐 我們現在可以去那個 星巴克 喔 真的有星巴克 是 欸 不要小看 馬祖喔 好 那我們可以去星巴克休息一下 好 跟國際接軌 哈哈哈哈 這裡應該是我們這幾天以來最涼的一天了 應該是最涼的一個地方了 所以我們好好的把握 那在這邊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坐船囉 好 我們現在已經要準備上船了 我們要坐船去西局 go go 呃 從南竿到西局呢 大概要坐五隻觀眾的車程 也可以這樣子 要怎麼穿 穿車子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西局見囉 掰掰 耶 我們現在來到了西局 然後剛剛民宿的老闆呢 已經幫我們把行李載過去 他說我們其他人呢 要騎車上去 那我們現在就去騎 咕咕咕 哥哥 哈哈哈哈 耶 我們現在到了我們的第一站民宿 山海之家 顧名思義就是 山與海 嗨 我們被海包圍了 然後後面那邊都是山 那邊 超讚的耶 很漂亮 而且這裡算是這一區最高的地方 嗯 好像是 就是旅很好 最重要的是 有吃的 啊 好的 肚子餓了 我們吃 那個民宿老闆娘他們幫我們準備午餐 那我們先去吃飯囉 耶 報告班長 我們現在位在山海一家 前方發現萬餓海鮮 請問 義賓 徐曉華 該如何處置 小乾坤 小單菜 佛手 可以吃嗎 請消滅它 耶 來嗎 阿如就是要吃海鮮 開動 我們現在要去昆秋沙灘看方塊海 因為現在老闆娘跟我們說 現在時間是低潮 是最適合看方塊海的時候 每一天都不一樣喔 所以大家最好來的時候 問一下當地人 或是查一下時間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出發吧 GO 我們現在後面的就是我們的方塊海 然後這裡是昆秋沙灘 這邊呢真的是蠻美蠻乾淨的 然後沙灘很平 對對對 然後方塊海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它是由兩邊不同的潮流撞在一起 所以會形成方塊 就是這樣一格一格的 很特別的現象 那這個現象呢 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看得到 一個是在法國 另一個地方就是在台灣的西局啦 所以大家要看這個的話 就不用出國了 在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順帶一提 後方的那個是蛇島 對 其實在低潮的時候 我們這邊路是可以連過去的 對 不過上面是現在是那個自然保育的環境 對 所以不能隨便過去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放鬆一下 而且如果很幸運的話 還可以看到保育類的鳥類 啊 燕歐對不對 燕歐 欸 不是燕窩 燕歐 燕歐 好舒服喔 舒服喔 這沙子超乾淨耶 像別的沙灘可能都會有一些什麼 石頭啊 石頭垃圾什麼的 這個完全就是很放心的 打赤腳 對對對 奔跑 好療癒喔 耶 我們領到紀念酒了 超幸運的 而且我們是第一天就領到囉 對 因為剛好是7月1號開始 今天是7月1號 這裡有那個日期 然後這個活動呢 它是只有就是來西局觀光的 就是如果你是搭船過來 就憑船票啊機票 還有你的身份證就可以兌換了 一人獻領一瓶 這個是方塊海紀念酒 是 然後這個限量800份 兌換完就沒有了唷 所以歡迎大家來西局玩 對 我們現在來到了有榮物榮樹隧道 這邊呢很特別 它其實本來是沒有榮樹的喔 它本來是光凸凸的 那因為他們就是 這邊是那個占地嘛 所以很多那個軍用卡車在通過的時候 就是沒有遮掩了 所以他們就下定要種這個樹 然後根據當地人的說法呢 他們說是因為風吹的關係 然後讓這個榮樹就形成了一個 像隧道一樣的 綠椅 對 然後把那個地方都蓋住了 而且這樣看起來很像那個 龍貓隧道 對 就是放大版的龍貓隧道 沾進去搞不好會找到 放大版的龍貓 對啊 這邊還滿陰涼的 大家可以來走走這樣 我們現在在太浦澳 這裡是西菊最有名的景點 所以沒有來過這裡 不要說過你來過西菊 而且它這裡有非常多特色的花崗岩的地形 像後面有山形啊 然後像前面你看下去的話 它就有海岸線 然後這裡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觀景台 對啊 所以這個觀景台叫做聽風崖 也是很浪漫 我覺得360度沒有死角 就是它的風景是美到你怎麼拍都好看 真的 對 我們要去拍照 我說了 掰掰 現在在我身後呢 是威武成員帥廟 這一間呢 是西菊最大間的廟 而且是一進港的時候 就馬上就看到了 我覺得還滿意外的 竟然有這麼大的一間廟在這邊 然後 算是這邊的一個小特色啦 我覺得大家來的時候也可以逛一下 好累喔 好累喔 我們今天結束了西菊的秘籍行程之後 我們一回到民宿就 被屍體 對 直接睡一次 我們睡到那個民宿餐廳都打烊了 沒東西吃 還好 還好老闆娘說 可以幫我們煮牛肉麵 太好了 我沒有吃到 因為我還在睡 對 這個人 一直睡到期待洗澡 好 那我們還有幾天 兩天 那明天要去哪裡 明天要去 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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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明天早上還有搭船 所以我們先睡啦 大家晚安 耶 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們冬局的民宿 然後這間店叫早茶 他以前是那個飲料店 而且好像歷史還蠻悠久的 對 1995年 超久的 他說是冬局這邊的第一間泡沫紅茶店 嗯 然後也是第一間網美店 對 所以他近兩年才擴建成改做民宿 然後這邊有很多地方也還蠻適合拍照的 對 所以就是喜歡拍照的歸密朋友們 一定不要錯過這邊 真的 然後聽說這邊有一些很有名的早餐店 還有豆花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帶大家一起去吃 現在是我們來冬局的第一餐 然後這是當地人必推必來吃的華美早餐店 耶 然後他們有哪一些必點的東西呢 九萬蔥油餅 對這個這個 你看這個蛋看起來就很特別 而且它蔥油餅超厚很期待 然後它的麵皮是老闆娘現感的 而且它是用酒瓶感 超特別 然後這個是 也是我們民宿老闆推薦一定要來吃他們的麵 因為他們也是自己手工做的麵 對…手工麵 然後這個是 好大大雞排 好大笨雞排啊 好大大笨雞排啊 這是一份雞排喔 對 超活潑的雞排 是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你看這個蛋汁 好海濕喔 我覺得它的皮是有厚度的 然後咬起來非常扎實 還好吃 現在要來吃甜點 欸 怎麼偷吃 魔力 豆花 對 之前也是當地人推薦的必要來的地方 然後還有豆花跟 傳統手工製作的豆子 然後我們點的是豆漿豆花 我們想說兩個可以一起吃吧 對 那我們現在來吃吧 大家還記得昨天西局有一個蛇島嗎 就是我們不是說它如果推草的話 就會走得過去 像我們後面這個是 犀牛魚 現在它那個是大潮 所以我們前面有個很大的路可以走過去 可以看到可以走過去 好 不管你們我們要去玩沙了 掰 在我們身後的是福鎮聚落 那這邊呢有一些民宿也在這邊 大家可以來這邊住 然後下面啊你走路很快就可以到福鎮沙灘 所以如果你們是衝著藍眼淚來媽祖的話呢 就可以選擇在福鎮聚落的民宿 就可以很方便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這邊的建築都是那個明北市建築 算是他們這邊當地的特色 他們就是政府有在修護這樣子 然後後面那邊有燈塔 是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地方 那我們去之前我們先去逛一下 欣賞一下明北市建築 瓜哥班長 發現巨大溜滑梯 這比任何一個公園的溜滑梯都還要長耶 我看到這有點興奮 好 下去囉 我們現在到了終局燈塔 耶 這邊應該是終局最高的地方了 所以這邊望出去的那個風景非常的好看 登登 一萬一季 而且現在那個陽光正強 這樣灑在那個海面上非常漂亮 那現在大家有發現有一個人不見了嗎 他已經急著去登高望遠了 我們趕快去找他 GO GO 這也是神秘小海灣 這邊有很多一些島礁啊 然後所形成的一個海灣 重點是這邊很漂亮很好拍 然後又很涼 很舒服 沒錯 這裡是大浦聚落 然後它跟福鎮聚落 一個在東邊 一個在西邊 然後這邊有個著名景點 是大浦客廳 裡面有些免費商店什麼的 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這裡有民宿啊 可以住這裡體驗一下 真正的明北住宅 然後也可以看海 然後看前面的島嶼 欸這個是那個螺喔 然後這個是蛤蟆 欸上面那個是蚵仔的殼欸 海味 我們現在來到了冬局的最南邊 大浦石科 然後這裡是那個第三集古蹟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先去看一下古蹟的樣貌 我們現在要來享用我們的最後一頓早餐 也是民宿幫我們準備的 而且真的很特別耶 像我這個是那個 季光餅小漢堡 你說台式貝果 對 台式貝果 超可愛的 然後我的是那個 蠻頭的 蠻頭的 蠻頭小漢堡 對啊 我們這兩天一夜的 蒟光行程算是圓滿落幕了 但是雖然說那個行程很密集 但還是有一些行程沒有跑到 像是那個藍眼淚還有星沙 我們因為天氣太好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看到 我們即便等到那個凌晨三點都沒有 對 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真的 很可惜 但是就就是留了一個遺憾 下次還會再一次這樣 對 而且啊 這一次就是來這邊發現有蠻多年輕人 已經開始回來馬祖幫忙 然後像我自己呢 就是身體地形買了這本手繪的秘籍 所以我下次還要再來馬祖玩 那馬祖的觀光其實也很需要就是年輕人回來 其實除了藍眼淚以外 還有很多秘密的景點 還有很漂亮的地方 都很值得大家今天來一看究竟 沒錯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享用我們的展餐了 對 記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 拜拜 拜拜 卡住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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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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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ML 卡那